来自特征组的最新消息呢 则是针对在昨天呢 大家都说这个林文渊已经被改列被告了 不过刚发言人陈云南表示 目前他还是证人身份哦 只是呢有列禁管 最近情况连线记者李小玲 小玲 是的特征组今天上午又传话的动作 上午确定是传两名证人 而按优势和洗钱按相关 但是这两名证人到底是不是金控的相关业主 特征组不愿意证实 而其中一个人在上午的9点已经到特征组来报告 报道了 那另外一方面呢 对于这个被告的部分 林文渊是不是列为被告 那个特征组表示说 目前还是维持证人的身份 先来听听稍早陈云南的说明 那另一方面有关于顾仲宇 还有这个林文渊是已经列被告了吗 顾仲宇先生我昨天有说了啊 那林文渊呢 还没有啊 他还是证人吗 对 主任那林文渊有没有被列禁管 封管就是净通知 有吗 有 主任那为什么会把它列为封管对象 但是还是维持证人身份呢 嗯 因為我們需要請他來說明 那另外一方面傳聞您已經跟黃芳燕取得聯繫 他願意回台來一起做證是嗎 我們有透過別人跟他聯繫 請他回來說明 那他的意願是 不便說明到時候再看 據側面的瞭解黃芳燕是有意願要來回國 時間可能大概約在二月中左右 而另外一方面呢 目前根據瞭解林文淵是證人的身份 而且被列禁管之外呢 郭仲瑩確定是列被告 但是他的財務長邱德馨 以及所謂的元大馬家的這個馬違建 到底是不是已經改列被告 目前陳雲南還不願意證實 以上是在特徵組的最新情況 把鏡頭交還彭妮主播 好關於特徵組 在今天任何最新偵辦進度 小林都會在第一時間為我們做插播連線 這是我們帶你掌握現場的消息